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媽媽發現了嗎 身體發出的危險訊號 肚臍旁邊長了一顆 像真珠一樣大小 其實它是背上有長腫的 可是背跑到肚臍 只是一個惡性腫瘤的腫瘤 它怎麼就是身上有一種 惡臭味 軟袍 出軟管都已經農癢 或者它們那個籠包以後 惡臭整個開刀房 大家都去做 三不五時來我這邊拿一些胃藥 突然想到說指甲怪怪的 結果突然發現它是大腸海第二期 這真的是小地方看到大病耶 對啊 身體出現不明症狀 竟然是大病臨頭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醫師團 分享從蛛絲馬跡發現的恐怖疾病 到底是哪些病狀 讓醫師很擔心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以前我在看一些美劇 或者是這個音劇的時候 我就就看到像那個豪絲醫生 他撇了那個人一眼 然後就說 其實你的心臟不好 或者是其實你有某種病 你知道嗎 我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的指甲怎樣 因為我看到你的毛髮怎樣 我想 帥了 飄一點就覺得 那你現在飄我一眼 你覺得我怎樣 我想 過拍一眼 我還喜歡 你喜歡這種的喔 我覺得聽聲音就知道 我的提人來了 天佑有人 好 來嗆聲喔 很久沒有活到我的禁錄了 這不叫蛛絲馬跡啦 這有眼睛都看得到 沒有啦 不要怪 好啦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一些小小的危險數碼 也許一般人可能 覺得沒什麼 但是有經驗的醫生 一看就說 我覺得這個有問題 那我們就先從媽媽 最常忽略的 就是生完小孩子之後 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肚子就越來越大 大家也不疑有他 說不知他其實也有蛛絲馬跡 是的 那先生你覺得我 你這樣講我覺得不正常喔 其實黃醫師剛剛有講 說有時候我們看到病人 看到他怎麼樣 就覺得好像會 給我們一個暗示說 這病人大概是怎麼樣 但其實醫師沒有那麼省 大部分像黃醫師這樣講說 一看到就知道他是什麼病 就是在弄電腦的時候 走走看 走的一部電腦 對... 就是很明顯的看得到 但是大部分黃文文街 還是中醫比較有在講 我們還是... 當然很明顯還是看得到 那我要講的是說 剛才在講到那個 肚子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 肚子痛跟你手腳痛不一樣 因為手腳痛是可以定位的 你哪邊痛 比如說你第二隻手指痛 你不會去指到第四隻 不會指到第五隻 可是肚子痛就會 肚子痛 你上腹痛 可以是左邊的問題 也可以是右邊的問題 可是他們通通一起 衝到上腹部來 我想個案例給各位聽 就是那個病人就 他最近剛換一個工作 就想要求表現 求表現就開始覺得 這樣悶悶的 他就已經覺得說 人家跟他講說 病人是壓力心潰瘍 你壓力太大 他就拼命的來吃那個胃散 一吃都會好一點 每次吃完他就涼涼的 每次吃完他就涼涼的 可是後來有一次吃... 就覺得好像最近又 越來越不舒服 他媽媽本來叫他去做胃鏡 可是他又不願意請家 他剛換工作而已 他就一直撐... 結果那天晚上 就被他媽媽收到 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去 收到急診室去的時候 因為就突然間整個大痛 那時候我們一抽上個血 就發現他 正常應該是多少 正常都大概五六十而已 那一隻一切電腦斷層 就發現他急性疑障發炎 而且是 後來很慘 後來那個病人 其實急性疑障發炎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會變成重症 他又很倒楣 他又剛好變成重症那一塊 所以他在住院之後的 第三天就被我們轉到 交流病房去 還插管 一個禮拜之後還洗腎 他說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他早就有一個 膽結石在那邊 他之前每次吃東西不舒服 像膽結石有一個很奇怪的 有一個很典型的症狀 就是你吃完東西之後 你就會覺得不舒服 噁心 嘔吐 悶悶的痛 大概吃完東西 五到十分鐘開始 一般來講 大概持續不超過半個小時 就會好 可是這個症狀跟胃痛就很像 他就很像 他就一直以為是胃痛 可是他吃胃散 他冰冰涼涼涼 他又覺得還好 就倒楣 膽結石沒看到 結果他也是很倒楣 後來那個膽結石就往下掉 卡到一丈 就變成後面的後續一大堆 變成他後來 背也衰竭 那個症狀的症狀 我常常在跟病人講 就是即使你是上腹痛 你覺得眼型很像胃痛 我也是勸你 最後來做一次胃敬 不然因為他有時候 你可能就是胃癌 你也搞不清楚 對 那個病人就真的很可惜 想一想 又痛了 對啊 什麼東西都來了 這邊有刷塔機 先刷吧 先刷吧 不是 就是平常一個肚子痛 你就覺得吃吃蒸入碗 或是吃吃什麼胃藥 或是止痛就好啦 蒸入碗 你好老派喔 沒有 所以那種症狀 真的是比較是輕膚 尤其是他症狀不會改善的 像我就遇到一個上班族 他其實生活中也實在是 就是飲食非常不正常 因為我非常喜歡喝咖啡 所以他常常覺得 上腹悶痛不舒服 他都會把他解釋 可能是潰瘍 為什麼 因為他的爸爸就是 常常就反覆的胃潰瘍 所以吞胃瘍 然後每次都是他 帶他爸爸去檢查 所以他看那個整個過程 他其實就覺得 胃瘍的東西是非常恐怖的 結果沒想到他 送癌疾診室也是 他其實就是已經到 吐血的狀況來 那被我們逼著 去做了胃瘍之後 才發現 胃癌 到胃癌喔 對 他其實就是一個 潰瘍表現的胃癌 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些症照 真的不要去侵入他 可是你就想說 這個針都完就好了 為什麼要去做胃瘍 對不對 先跟大家講幾個正確的觀念 第一個有的病人 我遇到的很奇怪 就是他明明肚子痛 可是他會去跑去 藥房買止痛藥來吃 可是大家知道 其實止痛藥 它並不會保護你的胃 它反而是傷害你的胃 因為止痛藥會減少 我們胃部的那個黏膜 一些前列腺素的濃度 它會讓你容易 是喔 對 所以第一個重要的觀念 你胃痛 你不應該是吃止痛藥 你應該是吃一些 胃藥或者解晶劑 就是抗精卵的 這種藥才會舒緩你的胃痛 第二個反過來 就像剛剛的魏醫師講的 你假如你先買了一些陳藥吃 但是你發現你的胃痛 一兩週都沒有改善 你應該第一個 先去做檢查 或者接受專業醫師治療 那假如這個醫師幫你治療了 超過一個月 你症狀都還不好 這時候你其實應該要想 那你的腸胃是不是真的出了問題 我以前有個病人 她是28歲的女生 她長非常高 大概168還169 可是她 那麼輕 對 她有一個煩惱 她居然來看診的原因是問我說 妳的意思說 其實很高瘦 但是肚子大大的 對 她什麼都瘦 就是肚子瘦不下來 她就想說這個很煩 然後乾脆來看醫生 問說有沒有什麼 用醫療的方式來瘦身瘦肚子 那我們當然就是請她去 這個檢查的床上躺一下 想要檢查肚子 結果才一躺上去就知道不對勁 她的那個肚子 左熱兩邊不同高 一摸就 這邊有一個腫瘦 很大顆 用手就可以摸了 不用超音波就摸到了 超音波一掃描 肝臟長一個八公分的腫瘦 對 所以如果 我是 妳在想 應該不是有什麼精神 害怕了一下小燕 不要 妳是二十幾年了 不會 你誤會了 三十幾年了 玩了三十幾年 今天講的肚子痛 都跟肚子有關 其實我們兒科肚子痛 有時候常常跟肚子是無關的 什麼意思 小朋友肚子痛 肚子痛 結果是肺炎 對 肚子痛 肚子痛 結果是它的那個 脊椎裡面有這個結合症 所以大人比較不會有 這樣的狀況 其實都會 只是說我們小朋友 常常他就無法表達 他無法表達 他只知道這裡痛 肚子痛 所以就是很多怪裡怪氣的病 什麼像 所以其實我們小兒科 碰到肚子痛 就很傷腦筋 很惡化 這個 如果只是往肚子想的話 那有可能這些罕見的問題 就會被漏掉 真的 我自己門診 又有遇過一個 五十幾歲的一個先生 男性病患 他說他洗澡的時候 大家洗澡就是 邊洗邊看一下自己身體 那他有一天洗一洗 發現 奇怪 肚臍旁邊長了一顆 像珍珠一樣大小的 本來只有一顆 過幾個禮拜之後 好像第二顆 第三顆 越長越多 等他終於累積到 十顆的時候 超過七龍珠的時候 他就很怪怪的了 你說肚臍上面長了十顆 肚臍周圍開始長 珍珠那樣的 對 然後一顆一顆的 他才覺得不對勁 那他就到我們體肚科 做切片 其實他臭七顆 對 真的臭滿七顆的 他以為是在幾點嗎 還要稀稀 我想看可以長多少出來 他也很能拗 我發現 其實大概這個不少見 很多病人都是等等 他們都是存著一個理念 就是他會不會自己好 然後會等到跨到一個點 他自己都覺得說 不能再催眠自己了 才會趕快來看醫生 就切片檢查 我們不是全部都切 我們是會切其中一顆 然後切片檢查發現 他其實是一個 惡性腫瘤的腫瘤 對 其實他不是 原發在皮膚 他不是 所以他就後來去轉診到 這個其他科去做檢查 才檢查出來 其實他是 可是被跑到肚臟 其實他是 皮膚轉移 老鼠他的肺 並沒有明顯的症狀 所以他一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 算是進展得很快 直接是皮膚轉移的一個表現 對 有時候大家不要想說 肺癌一定有症狀 他呼吸到不見得很症狀 各位常常聽到轉移 你常常聽到就是肝轉移 肺轉移 骨頭轉移 常常聽見 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 癌症細胞在轉移的時候 大部分是經由血腥瘤 或淋巴腥瘤跑過去 它什麼時候會轉移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血流很快 癌細胞也來不及 沉在那邊 是要到肺的時候有沒有 他站在那地方 流得會比較久 因為他做氣體交換 在肝臟也是一樣 他在肝臟裡面 要做一些那個代謝的時候 血流會比較慢 所以癌細胞就比較容易 沉溺在這些地方 骨髓也是 所以常常聽到一些癌症轉移 要嘛就肺 要嘛就肝 要嘛就骨頭 原因就是這樣 皮膚會不會有 還是會有 但是那個很個別性 像他講的那個肺癌 轉到這個地方 就很少見 我們也遇到過 肝癌直接轉肚臍的 那個都很奇怪 所以還會說 你肚子突然間冒一顆起來 其實一般人會以為是青春痘 因為它可能是小小紅紅的 可是那小紅的 萬一你摸下去 底下還有硬塊有沒有 然後它紅的又慢慢 一直長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我但是不是要各位說 臉上長青春痘 這很緊張耶 會不會是癌症 沒有... 我是說青春痘擠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不太一樣 會這樣紅紅點點 在皮膚的表皮上 然後可是如果你等到 它長到一大顆的時候 通常就不太好了 所以身上有長莫名的 其妙的硬塊還是要小心 對